大家好,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下台湾抓获了实名共谍这个事情啊 然后呢,我再聊一个啊,我一个大哥呀 当年经历的一期台湾间谍案件 我聊这期节目的意思呢,就是让台湾朋友呀,提高警惕 匪谍呢,时刻就在您的身边 那么今天呢,好几家外媒啊,都报道了台湾的这期案件 那么我呢,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法广的这篇报道啊 法广这篇报道的题目是这样说的 十名台湾军人收贿从事共谍活动 经遭起诉,检方求处重刑 法新社报道称,周一11月27日 十名台湾军人,其中大部分为现役军人 被指控替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在北京和台北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 检察官办公室呼吁对他们处以从众量刑 台湾高检署日前查出有现役军人 涉嫌收贿拍摄投降影片 包含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 陆军深化放河训练中心等多个单位军事官涉案 高检署一涉嫌外患罪之 泄露及国防秘密等罪嫌 起诉十名军事官 据法新社报道援引高检署在一份声明中说 三名主要被告被指控招募军人以便为中国组建网络 其中四名现役军人被指控向北京传递大量命运内容 以换取金钱 另外两名现役军人则被指控制作了一段视频 在视频中他们说 我们希望向人民解放军投降 据检察官办公室称 这是一项极其严重的行为 最后一名被告被指控从其工作场所的保险柜中窃取秘密军事文件 检方称所有十名被告都背叛了他们的国家 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 并要求对他们处于惩戒性刑罚 法新社指出 这些新的指控是台湾一系列间谍案的一部分 中国认为台湾是自己的自治领土 北京希望长期控制台湾 必要是以武力控制 并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压力 10月底台湾高等法院 判处了一名退休空军上校 和五名军官最高20年监禁 最名即是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 那么这篇报道呢就是说台湾解放呀 正在起诉的实名供蝶案吧 那么这实名实案人员最终会被定义什么样的罪行呢 或者是判多少年刑期呢 那么我们还要等待法院的判决 那么从最近的这个实名供蝶案 还有前面的那个供蝶案 我们能看出来 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呀是非常厉害的 被抓住的这些人呢 实际都是个别 大量的供蝶呢 我相信啊都在潜伏之中 甚至是在秘密的工作 这个我们从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啊 我们从各方面的资料 或者是这个文学作品中啊 我们都能看到 在国共两党竞争的过程中呀 这个共产党的谍报工作啊 比国民党做的要扎实的多 就是国民党的军统在代理的领导下 那就算很厉害的一个时期了 他实际也没有斗过中共的情报系统 中共的这套间谍系统啊 还是非常厉害的 也是非常有效的 现在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不光是中共在吹嘘嘛 就是国民党多少高官的自传 他自己也承认嘛 多少高级将领的身边的都是共蝶 对不对 甚至他们的家人都是共蝶 你像那个副作义的女儿副秋菊 那就是个共产党员嘛 你包括像蒋介石身边 也潜伏的有公蝶嘛 对不对 所以啊 中共的这个情报工作啊 还是比较厉害的 另外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当年49年国民党往台湾撤退的时候啊 实际大量的共蝶啊 就跟过去了 他们一直在台湾岛上潜伏着呢 到现在无非是台湾三代嘛 所以呢 这根线啊 我想呢 大陆应该是没有断 特别是前30年啊 两岸搞这一家亲的时候 你想为什么那么多台湾同胞 都跑到大陆去了 对不对 难道说跟他们的祖上没有一点关系吗 也许他们过去啊 就是把这个组织线啊 更好地完善嘛 这些啊 都是有可能性的 在这个方面 中共还是肯花钱的 你就看看 中共现在对这个西方的渗透 那你反过来再想 人家对你台湾的渗透 那真是小赛一点 所以呢 从这个间谍案啊 还有台湾的这种政治生态啊 实际很多台湾朋友也在说呀 并不怕在台面上的台间 更可怕的呢 是那藏在暗处的第五宗队 让我说呀 就要时刻提防呀 也许共蝶就在您的身边 那么这个共蝶有多厉害呢 我只是在小说跟影视剧中见过 现实中呢 我没有见过 但是台湾的间谍呢 我可是知道的 虽然这个当事人不是我 但是这个当事人啊 是我一个很好的大哥 他就是涉嫌一起台湾间谍案 我今天啊 把这个案子呢 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啊 你就知道了 谁这个间谍呀 无处不在 而且你根本没法区分他是间谍 而且你可能很不经意啊 就给间谍提供了情报 所以啊 我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啊 也是让人引起注意啊 就是提醒大家啊 这个间谍啊 就是在你身边 你也不好发现 只有说你脑袋里头 绷着一根弦 你认为一些涉密的事情呢 你就要提高警惕 不然的话 真是会引火上身的 我这个朋友呢 是某一个省级大报的一个记者 人还挺出名的 当时呢 也是一个初级干部 现在来说呢 这都是20年前的事了 而且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有一次我这个老哥呢 到北京去初三 然后在火车上呀 认识了一位台湾人 当时就是很随意的嘛 他俩一坐火车呢 那个人坐到他的对面 然后他们就聊天 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呢 就是自我介绍嘛 他说他是哪个报的一个记者 然后主要的采访对象呢 是哪些 他有点吹他自己啊 就是哗哗其谈 讲了一大堆 然后台湾人呢 就介绍啊 他是在大陆这个做生意 现在出来呢 就是考察一下市场 两个人谈的还比较投机 然后相互留下了这个联系方式 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台湾人呢 就到我这个老哥工作的 这个城市来出山 然后就联系我这个老哥 他们两个呢 又见了一次面 然后在一起呢 就是喝了一个酒 在这期间呢 他们又聊了共同的生活经历 然后我这个老哥说啊 他以前当过兵 他是一个空军等等的 就是把他当兵的阶段经历呢 也给别人讲了一下 那么这个台湾人呢 就表示受了极大的兴趣 就说 哎呀 我在台湾呢 也参加过国军 我也是在空军部队服役 所以啊 台湾的这个关系啊 就更加紧密了 然后呢 酒也喝的比较多 大家也比较兴奋 这个时候呢 这个台湾朋友就说呀 听说解放军啊 现在造了这个监石飞机 我觉得这个飞机啊 性能非常好 我要只能看一下这个飞机就好了 等等的 就是近似的话 套我这个老哥 然后喝了点酒呢 他又把我这个老哥一吹 然后我这个老哥呢 脑子一上头 一想呀 自己交了一个这么好的台湾朋友 好像还挺弹的来 所以呢 胸批一拍 说你放心兄弟 我过去那些安排好了呀 我带你到那个厂子里头去参观一下 实际他说这个话呢 也不算吹牛 他是一名记者 本来他负责的这个口呢 也跟军工产业有关系 所以他跟这些企业呀 都有联系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 他就申请了一个到这个军工厂采访的机会 然后他就给他这个台湾朋友打电话 把他这个朋友叫来 他采访的时候呢 就把他带上 就说他是一个助手 就这样子 拿着这个报社的接双信呀 他就带着这个台湾朋友呀 到了那个飞机制造厂 就在厂房里头转了一圈 当然他最后跟我们讲啊 那些很保密的地方呢 实际厂房也不让他们进去 他们也是在这个外围啊 就是看了一下 这个事情呢 就这样过去了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呢 国安部门就找上来了 就把我这个朋友呢 给带走去审查去了 最后他才知道 他的那个台湾朋友啊 是一个台湾间谍 那个台湾间谍被抓了一会儿啊 就牵扯到他 说他呢 也涉嫌这个间谍啊 出卖中国的军事机密 那次把他吓坏了 幸好他们家是有背景的 他父亲也是高官 最后把这个事情给抹平了 是给了一个内部处分 所以这个间谍工作呢 他也是很巧妙的 你说我大哥的这个经历 你来看 他没有拿别人一分钱 毫无恶意 他只是想真心交这个朋友 而且是想给他这个朋友 显摆一下 结果呢 就涉嫌了间谍啊 那么鉴于了 现在这样一种敌对状况啊 我认为啊 特别是在一些敏感部门工作的 最重要的是在军队系统工作的 更是要随时提高警惕 你像现在说的那个台湾潜艇 那个资料都提供给中共了 那你说这种情况 对台湾的国防是多么大的威胁呢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样 如果您也经历过什么间谍故事啊 你也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假如您喜欢江泰公频道 请订阅点赞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